大学申请入学的面试即将到来 我们整理了面试的一些小故事 作为您面试时的参考 并且做成提醒短片 希望让考生了解面试时 需要注意的一些状况 今天第一个面试小故事 要来说说学弟的经验 面试小故事篇 没礼貌就再来一次 大学的学弟参加了 南部某国立大学研究所的考试 这间研究所考试除了比试之外 还需要进行面试 所以学弟平常除了努力准备比试之外 还准备了一大堆额外的书面资料 想要在面试的时候 当场拿给面试委员看 所以资料量相当多 在面试那一天 除了进行例行的报道手续之外 剩下就是一连串的等待 终于换到学弟上场了 不过因为学弟准备了大量的资料 用双手捧着 不容易打开面试教室大门 所以学弟就用臀部 把教室的门先顶开 再侧身进入教室 就在学弟进入教室 把资料放在考生专属座位的桌上 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突然听到口试委员说 你是不知道要敲门吗 还是没有手可以开门 学弟突然大吃一惊 觉得完蛋了 并且快速地转身道歉 不过面试委员仍是请他出教室 再进来一次 而后 学弟就在受到惊吓的状况下 狼狈地完成了口试 并且也毫无意外地榜上无名 说这个故事 是要提醒各位 口试那一天 请把您的酱氧拿出来 里多人不怪 不要让自己 小小的动作 成为金榜提名的绊脚石哦 请各位考生及家长要多注意 敬祝金榜提名